高僧告诉世人积累福报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生 因为放生是拯救生命垂危的众生 他们感激最深 如果能够救他们的命 所获得功德也就越大 但是有部分人担忧钱财问题 于是就放弃了放生 为此高僧就说 有以下的功能 不用花一分钱都能够放生 1.吃素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你能发心吃长素 等于不用花一毛钱 就放了百千万条的生命 同时还积极地宣传吃素的好处 使更多的人也发心吃素 那你就等于放生了无量无边的生命 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生命 2.放生鱼子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佛经上说 鱼子不经过盐水浸泡过 三年以后还可以活下来 只要碰到煮鱼或路过水产摊位 将别人丢弃的鱼子 将别人丢弃的鱼子投到水里 就保全无数生命 如果恐怕被其他动物吃了 可将鱼子浅浅埋在水边泥沙中 但是不要离开水 或把干净松软的细泥和鱼子拌在一起 晾干放在稻草上边 投进河水中较浅的地方 3.劝人放生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自己没有钱放生 奉劝那些有钱有爱心的亲属朋友 或绝症的病人家属放生 特别是当今社会有很多不孕不遇的人 很想求子的 或者是想求个儿子的 劝他们积极放生 我们同样福田广阔 和自己放生一样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大龄的男女找不到对象的 夫妻吵架不和 或者一方有外遇的 孩子学习不好 想考上好大学的 劝他们积极放生、护生 并诚心念佛 都会得到感应 达成愿望 4.祖人杀生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看见无知的孩子 捕蝶、捕蜻蜓、壁虎、鸟雀等 阻止他们 并且劝导他们要爱护动物 并且将被所系之物放生掉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到亲属朋友 或因公务 或到病患家里去 其家为了欢迎我 或是报答我而杀生 我们阻止其为我而杀生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自己或者家人朋友结婚 或给老人做寿 要办喜宴酒席 我们尽量阻止大量的杀生 最好奉劝他们 办素宴招待客人 不但避免铺张浪费 还可以避免有婚灾或不顺 老人扮寿是为了庆生 但大量的杀生 反而折了自己的寿命 农村有很多老人 大张旗鼓地扮了两年寿宴 反而过早地离世了 现在有好多老人 不明白这个道理 或爱于儿女的情面 而扮寿宴 多数老人是不愿意过寿作寿的 5.随手救助粘在破蜘蛛网里的生物 若见有吠破的蜘蛛网上 粘有蜻蜓蝴蝶等生物 将其轻轻地摘下来 并将粘裹在其翅膀上的粘丝清除干净 放飞它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若见有物垫坑里或陷阱里的动物 将它救出来放生掉 经常有蜗牛、蚯蚓、多足虫爬上大路 可以捡到路边安全的地方 这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6.随喜放生 也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我们见到有人放生 我们发出随喜他们的欢喜心 并加以赞叹 或者有人发心 要做放生 我们协助他完成心愿 同样 如同我们自己 亲做放生一样 功德无量 佛经说 见他人行善 随之心生欢喜 次次累积 功德至大 随喜者之功德 胜于行善者本人 行善功德 有时尽 随喜赞叹 量无边 7.劝人或警示人们 戒杀放生 每个寺院里都能够请到各种 戒杀放生的善书 尤其是戒杀的杀生果报 见文录 这种书 你可以多请来些 赠送给亲友 或见到什么 狗肉馆 驴肉馆 活羊羡仔 养肉狗的 养狐狸的 养蛇的 等杀业残酷的 你可以默不作声地装作吃饭 或者进去什么也不说 直接放在那里 放下一本 杀生果报路 你就走 或者你也可以经常性地把这些书 随时随地放在可能接触不到佛道的人身边 比如他们的车栏里 车上边 家门口 信箱里 或者干脆装作忘在出租车里 放在各种公共场所 看了这些书的人们 无论如何也会留下深刻印象 至少种下一颗种子 减免杀叶 回心向善 肯定有其功 八 不焚烧 庭院 树叶等垃圾 我们在春秋季节 清扫庭院 以及整理菜园时 将树叶 果壳 及瓜皮等垃圾 扫成一堆 用火焚烧 此做法 无意中造的杀生罪业 是极大的 因为上面聚集了无数的蚂蚁 小虫 都将失去生命 所造杀业之众 不可不慎也 还有焚烧产生的烟雾 是对空气的最大污染 其中所含的二恶因 是人体致癌的最大因素 只需找个闲置之地 集中用土轻轻地掩埋 不让风刮起来 日后可以作为肥料使用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9.滚烫开水 不泼洒在庭院 滚烫的开水 或做饭时刷锅的开水 随手泼洒到庭院或树下 是一般人的生活习惯 要知道 庭院地面 有很多觅食的蚂蚁和小虫 土层下面 还有蚯蚓等生物 这样做 无形中伤害了很多生物 还不自知呀 所以滚烫的开水 不要泼洒在庭院及树下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雾食碗盆等物品 口朝上放置 里面有水的话 以免小虫等活物 雾掉里面丧命 或雨水积存 日久生 文银类小虫子 水干或倒置时 伤害众多的虫类 10. 喂食挨饿的鸟类等 不使其丧生 冬春两季尤其是北方大雪风山 使很多的动物无处觅食而忍动挨饿 我们可以在庭院 扫快干净的地方 撒些米粮 或者把粮食撒在林间及路旁 喂食那些 无处觅食 忍饥饿的麻雀 喜鹊等动物 使其不会因无处觅食而丧命 这也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11. 用智慧救护生命 在河滩处 用木板上 书 此处有农药污染 河内鱼虾还有有害物质 物补食 免食后身体不适之类的警示 使人们喂死而不敢捕捞 是河中鱼虾水族得到救护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如果在市场、寺院门口或大饭店、野卫馆等处 看到有野生动物或有人贩卖及伤害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警 让执法人员解救这些濒临死亡的动物 最好、最快捷的方式是拨打报警电话 由警察出警、人赃据获 在宜江相关部门处理 如果是农贸市场固定摊贩 也可以报告执法人员处理 所缴获的野生动物最终全部放生 大家也可以参加放生 给座三归一 而后由执法人员将其放归大自然 也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如果不方便与执法部门一起放生 只要您对佛菩萨有绝对的信心 可以采用观想法 请佛菩萨加持 用隔音传声的方式 给所放生的野生动物 受简易的三归一 让它们种下未来解脱的菩提种子 十二、慈善点击网上的保护鸟类的网站 慈善点击是几年前 在国内外兴起的一项公益活动 网友在浏览网页时 只要点击特定的链接 该网站的赞助商 就会捐助慈善机构一定的资金 用于慈善公益活动 慈善点击的好处 在于为人们捐款 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式 更是为经济条件较差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日行一善的机会 你只要点击上面的广告链接 就有商家为你的点击付款 累积起来一起送到不同的受助者手中 但是很多慈善点击 点击的人太少了 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冷漠 而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每天我们打开电脑 就可以通过鼠标轻轻地点击 给用于保护动物、植物和亚非国家的 饥饿儿童提供食物 是为一个不花钱又积累大功德的好方法 13. 不食坚果、不穿皮制品 不食或少吃诸如榛子、松子之类的坚果 坚果是植物的精华部分 一般都营养丰富 含蛋白质、油脂、矿物质、维生素较高 但这些营养我们可以在其他的食物中获得 松子是一些鸟类、松鼠、冬季 依靠过冬的食物 不要因为人类的掠夺 而使它们挨不过严冬、丧命于潮中 不食或少吃松子 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不要穿动物的皮毛做的皮制品 很多动物人们只是为了获得它的皮毛 就将它残忍地捕捉 水塔、狐狸等动物 因为人们的捕捉而剥去皮 我们痛斥咒王的泡落之行、寡行 可是我们对动物所做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不穿皮制品可以使更多的动物免于杀戮 不也是不花钱的放生吗? 十四、海边捡海物 河边、石、干坑 如果你住在海边 海退潮时有很多的螺、蟹、海鱼 没有及时退入海中 将其拾起放生到深海中去 如果你住在河边 天旱时有小河沟干涸 使众多的鱼类、螺类失去生命 可用水桶将其拾起放生到大水渠或江河中去 如果你住在水产批发市场附近 每日到市场中 减时一些散落在地上的生物进行放生 这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春天冰化、水位下降 这样河边的淤泥或者石头缝隙里 就有不少活的水生物 尤其是河泵特别多 由于周边还没有全部干涸 所以还能使它们暂时存活下来 等干了 水位还没有上来 就很有可能丧命 加上有很多人来挖它们 这样生存机会就很渺茫 所以大家赶快去救救它们 将它们尽量往河里丢 或者集中起来再放生 这是不花钱的放生 十五 用佛法救度众生 看到有人在河边钓鱼或捕鱼 大声或默念咒语 或南无宝济如来佛号 求佛菩萨救护生灵 免遭伤害 或者看到有人捕鱼 打网就去看 将它们不要的小鱼小虾螺泪 拾起为其念三规一 然后随手将其放到水中 为将失去生命的动物念佛 使其身往善处 也是不用花钱的放生 地藏经中说 一切众生临命忠实 若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或大成经典 一句一记 我观如是被人 除五无奸杀害之罪 小小恶业 何堕恶趣者 寻即解脱 尤其是今天做厨师 及后厨服务员 干些杀生的职业 如命不济 不能转行 就在杀生前为其念佛 使其身往善处 可以观看佛教电影《逆园》 他讲的就是宰猪的女人 为猪念佛 她们自在往生极乐世界的故事 如果你走在马路上 看到运送动物的车辆 可立刻为他们念 三菩一的《归一文》 或在农贸市场或超市 见到魏王或蚁王的众生 如是观想 凡我眼睛看到的 蚁王、魏王、戴王 和正在被宰的众生 都跟我一起念 《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三遍 然后可以念 难无阿弥陀佛 圣好十生 增念往生咒一遍 或三遍更好 会有无量众生 跪在虚空中 听受三归一 跟你念佛 死亡后 即往生善道 此法很方便 功德无量 总之 放生主要体现在 对生命尊严的维护 体现了佛门广大慈悲的救度精神 从另一层面来看 放生对于物种的保护 和环保意识的提升 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因此在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多多放生 为自己积累福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